我今天讲我看美国的第一段就是美国人 其实讲美国人很难讲 因为美国人呢人口多 美国有三亿人 我去美国的时候是两亿多人 那么在这些年美国人口越来越多 除了它的有一部分人种的生育率越来越高以外 我估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移民的数量 包括非法移民的数量是相当大的 现在美国增加的人口我估计白种人 就是他们叫做那种欧洲来的白种人 他们叫做Anglo-Saxon 就是这个安格鲁撒克逊种的这个白种人 其实现在并不多 现在增长得最快的我估计是拉丁裔的人 也就是南美洲来的 当然拉丁裔人也有 也有些属于白人的就是西班牙 讲拉丁裔的这些后裔 但是很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西班牙人和这个葡萄牙人 在占领了拉丁美洲以后 他们大部分都和本地的印第安人 有通婚 所以呢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所谓的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人呢 基本上是这种混合 这种混合也就是说欧洲的 南欧的拉丁裔的白人 和本地的印第安人的结合 所以他们当然也有些纯粹的印第安人 那种人就个子特别矮 脸部有特色 有点像我们的蒙古人那样的 那个有一部分就是安提斯兰的那一代的人 但是这种混血的很多 所以我们看见这些南美洲的居民呢 他们不像欧洲人 但是他也不像亚洲人 就是兼而有之 而这种人口呢 因为他们都是信仰 这个罗马天主教 所以他们人口增长得非常快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南美洲的这个部分 这些人在美国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想像我们的大洛杉矶地区 一千万人口 而这个我们讲这个 讲非英语的 我们把它叫做 笼统叫做Latino 讲拉丁语的这一部分人 超过了我们洛杉矶的 这个三千 一千万人口的一半 大概有在某些地区 他们的人口 像大了这个洛杉矶 大洛杉矶地区的洛杉矶市 这个三百万洛杉矶市的市民里面 我估计有两百万是讲这个 拉丁语的 也就是说讲英语的人 就纯重白人 就其实很少数 如果再加上我们的亚裔 就也很多 那大家说那黑人呢 黑人呢 在美国的人口组成里面 这个比例呢 虽然他们生的很多 但是他们的这个比例啊 数字挺固定的 他在美国的整个人口的比例 大概13%到15%之间 大家说为什么 这些黑人一个单亲妈妈 带了三五个孩子 很常见的事情 那为什么他们的人口增长得不多呢 就是他们 他的寿命比较短 就是跟饮食有关系 所以我们看这个黑人里面 身体型比较胖的 特别多 这个大量的吃这个碳酸饮料 可口可乐啊 薯片啊 不计口 这样呢 是他们的这个寿命短 所以呢 他生的也多呢 就死的也比较早 而这个拉丁裔呢 他的也有一部分是 跟这个黑人差不多 就比较低层的那个 但是他们的总体来说呢 他们的饮食 还是比较健康的 他们也 在酒精的消费消耗上面 也没有那么高 然后呢 这部分人呢 他们的寿命呢 也还比较长 所以我们拉丁裔里面看 我们看老人家很多的 他们那个比黑人里面的老人家 要多很多 那么所以呢 这部分人增长得最快 所以我今天要说 我们要讲讲美国人呢 事实上 有一定的难 就是美国人是谁 Who are Americans 这是非常难答的一个问题 那我今天呢 就是开始用 今天的节目呢 和大家讲讲 我看到的这些美国人 当然我们所见到的 美国人的最主要的一流 就是还是我们觉得 他们是美国人的 就是白种人 那么我的这个认识 美国人的这个次序呢 是有些不同的 那我前面讲过 我有一个 有几个美国的朋友 也有美国的老师 这些都是美国的这个 受过教育的 特别是我的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见过的几个美国导师 当时在武汉大学 当时来过很多 美国的这些 美国问题研究专家 那他们都是 等于是精英分子 这个开始就认得像 Stanley Kutler 就是威斯康星大学的 美国问题专家呀 还有我们 当时认得的几个 我们见过这个 Shala Singer Junior 小史莱辛格 见过很多这样的 小史莱辛格 后来当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那个时候 我们见他的时候 他还是一个学者 也见过 美国黑人历史的主席 叫Washington 我呢还帮其中的 一些老师上课 做过这个口语的翻译 做过一些工作 所以呢就接触的是一个 层面很高的 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就觉得这些 就是等于美国人 其实他们不是的 在美国要见到这些人 其实也不太容易 因为他们是属于那个 Alec 就是那个顶尖上的那些 他有自己强烈的 政治的立场 非常讲究的 这个生活的态度 也是属于收入比较好的 一个学术的阶层 那么这一部分的人 其实不多的 那么我等于说 我对美国的认识呢 不是从这个基层开始 是从上面开始 这个跟我读书 有密切的关系 后来到了广州美术学院 我是82年到广州美术学院 很快就当了这个系的副主任 当时学校的很多 这个接待活动都靠我 因为我们学校英文好的 除了一个教英语的老师以外 我估计是最好的 我大概我的领域比那个老师 要好很多 所以呢学校当时 有外所活动的总是叫我去的 当时我们的外师处长叫做姓杨 一个女士 忘记了是不是叫杨美青 反正是一个女士 她经常就说 王老师能不能来帮帮忙 我们又来了一个代表团 那么这样呢 我就帮助 当时的那个校长 我去的时候好像是 我去的时候是高永坚 那么副的就是杨之光 后来换成了郭少刚 后来换成了雕塑家黎明 那么他们这几日换院长 就是广州美院的院长换的时候呢 我都一直在那个设计系工作 当时叫公益美术系 并且呢我很快就变成了系的副主任 那个做了大量的这样的外事的工作 当时接触的团很多 那么这个接触的团里面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 有几个美国的代表团 其中有一个代表团很大 那个代表团大概有 我估计有20个人 那个团呢是一个自费团 美国很少官方派出的团 起码在我接触的层面 就是自费组成一个叫做 美国某个地方的艺术家代表团 那我当时在1983年 84年接触的那个团 就是来自这个洛杉矶的 一个艺术家代表团 这里面是各种艺术家都有 有画这个波普的作品的 也有这个做写实的 也有做装置的 这样的一亿艺术家 一些自由派的艺术家 当然这艺术家有个共同的一点 就是他们比较清华 他们组成了一个 美国艺术家代表团来中国 我那个印象最深的是 第一次见到这个团 不是在广州美院 是在那个广州的 北面的一个餐馆 叫做北源餐馆 那个餐馆是莫伯志先生设计的 用了一个广州的 原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富豪的一个宅子 那个宅子后来 解放后由于这个富豪 给关起来死掉了 自杀身亡 那个宅子都是保留了 广东最好的这些作品 所以莫伯志先生就把这些宅子 拆下来就坐到北源里面 这个在北源里面有一个宴会 那天晚上 那个宴会是谁呢 就是这群美国艺术家去见 那个中国的艺术的奠基人 叫刘海素先生 那个我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宴会 我在广州美院 那么突然间有电话打过来 好像是省外事办公室的 省外办就打给这个杨美兴老师 我们学校的这个外办 就是说听说你们学校有个非常棒的 这个讲英语的老师又懂专业 那么现在呢 这个翻译在和这个 刘海素先生的会谈里面 就卡壳了 有些话 他们译不出来 那么现在这个饭局已经开始了 有一个钟头 估计还会做一个多钟头 那么是不是请你们的那位老师呢 就快点 骑个自行车就过来 那其实路很远 因为我在仓港东路在广州最南 要到北原去是要最北 那个我 他们在在北原吃饭呢 是在一个一个亭子里面 北原有有几个这样的亭子 就是古代的亭子 把它坐在那个餐馆里面 外面有三十啊 这样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刘海素现在在中间 我走进去的时候 看见刘海素在中间 旁边围了二十个美国人 那么那个翻译呢 结结巴巴在翻译 那个估计就是外事办公室的翻译 那个刘海素先生呢 就在发脾气 刘海素先生脾气很大的 我后来跟他接触很多了 他就是这个脾气很容易 很容易发 就老在 他在说那个翻译 就是说你连这都不懂 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离那个矛盾 也出来就已经有三四十分钟了 因为我才过去啊 那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是他们这个矛盾 已经开始大概有一个半钟头了 那么当中断下来又吃饭 吃饭完了以后又提 提到刘海素又提到一些问题 因为美国艺术家问很多问题 那个我就插进去 插进去那些美国艺术家呢 就很期待地望着我 刘海素就说你坐下来 他讲那个话是 他是个无锡人 讲的话有很重的这个口音 我不能觉得有点南京口音 但是其实是无锡口音 因为无锡口音跟南京口音不太一样 那刘先生就说你跟他讲讲谢贺的六法 我跟他说的就是六法 中国话跟那个美国话有什么不同 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讲六法啊 这个什么随意富彩啊 古法用笔啊等等这些啊 这个传疑磨血啊 他说这个翻译他就听不懂 哎呀我那一下知道了 这个问题根本都不是语言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一个对语言的了解的问题啊 你说古法用笔 这个没有办法用这一个一个的字去意 或者传疑磨血 这个那其实就是说中国话不写声嘛 就是靠记忆来画感觉等等这些东西了 这个随类负彩 随类负彩就是说是颜色有固有色 也就是说没有这个 它是每一类有一种色 树就是绿的天就是蓝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个很容易 所以我去了以后就马上把这六法 就随口就给他们讲出来了 而不是足字的译出来 那个我记得那些美国人哗哗就鼓掌 很高兴 那翻译搞得很难看 后来我就安慰那个翻译 我说这个没事 这个根本不是语言的问题 这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啊 我大概讲完了 然后那些美国人过来就拍我肩膀 特别的特别的友好 我就发现美国人是那种很colorful 非常有色彩 并且这群美国人里面有 有不同的人种 其中有黑人有白人 有一个有几个我后来还打了很多交流 有个叫Paul保罗的那个人 他就是帕萨迪娜的一个艺术家 我跟了很多年才知道 他主要就是每年设计那个花车 我当时不知道 我还没有去这个洛杉矶 但是我没有想到他是涉及花车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么去了以后跟他们大家一起 很高兴就聊天 没想过了两天 这个团呢就来访问广州美术学院 那当时是杨志光老师去接见 那么杨志光老师呢就说 你一定要去啊去做翻译 听说前天你在北园给这个刘老救了架 那我这边要讲 杨志光老师也是一句英语不会 那个学校也没有什么好的翻译 外办的翻译呢也就吃了一次亏以后 也不太敢在那个时候上场 就叫我去了 就去了美国人 一进去以后美国人都跟我拥抱 认得 我就这是我对美国人的感觉 就是特别的开放 美国人 后来有人去形容美国人 说美国人都像一些大孩子 我觉得这个话不错 他们的确有一个儿童的一种心态 如果说一个民族的心态 这个按民族来讲的话 那可能中国人是一个中年人 就是很成熟 非常的能够支持 能够有信心 并且知道怎么左右自己 那么日本人可能是个老年 老年人 就是心事重重 有很多的谨慎 有很多的考虑 那中国人 美国人就是一个 大概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就是一个大孩子 我后来对美国人的持续的了解 就是他们真是大孩子 当然 这个不是讲究所有的人都是那样 因为你到美国如果入到 遇到律师那种 那种人绝对不是孩子 那种人是非常要命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说给人的感觉 第一个就美国人是很开朗 什么都愿意讲 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他们是大孩子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接触美国人呢 我觉得特别容易 比我后来打交道的英国人呢 容易打交道